在北大的日子还剩下三十二天 空气里到处弥漫着毕业前的兴奋和躁动 铺天盖地的旅行照片 花样百出的纪念仪式 大大小小的聚会娱乐 还有司空见惯的分手 喂 我要走了 你跟我吃完了 等会 我们分手吧 嗯 你说什么 什么 四年了 你从来都没有真正理解过我 你干嘛 你到此没值得 哥哥 你电话响了 你怎么不接 当然 形形色色的分手理由里 还有我这种最最烂俗的 小小 你要走五年 我等不到你那么久 你再说一遍 分手吧 对我们都好 从那以后 徐然就消失了 这件事情发生在我离开北大前的倒数第三十二天 我们的爱情在我和徐然相处了一千三百四十八天之后 北大的夏天从没有像现在这么慢过 大学的四年一共只有一千四百六十一天 而我和徐然在一起的日子就有一千三百四十八天 徐然像魔鬼一样贯穿了我在北大的一切 夜南园里我们一起斗过的那只猫 二角五楼教室你我最喜欢坐的位置 还有我宿舍楼下每一次刷卡进门或回头看你的角度 很美 徐然 你的离开是不是要把这些都一并带走 好 我们走 好 我们走 想要干嘛呢 先面试 非常欢迎大家来北大体股岛队 下面我们来进行个人展示 我们的故事就这么戏剧性地开始 作词 Try to remember the kind 虚然的自信高傲和浪漫 一点点驯服我的不安和倔强 那以后 北大里再没有属于我一个人转 Try to remember the kind of September When grass was green and rain was yellow Try to remember the kind of September Try to remember the kind of September 我喜欢你 我要和你在一起 Color fellow Try to remember And if you remember then follow 虚然 没有你的校园 每一个角度都在不停地给我暗示 暗示那些不再回来的日子 你离开我 你要我怎么去回忆 被他四年来的生活 虽然 你用了四年的时间 把我在这里所有的一切 一件一件赋予了意义 你知道 你有多残忍吗